您到普林斯顿小学五年级的班上同学大家好 还记得鳄鱼先生之前有上线入班 然后跟大家说故事吗 因为时间太短太冲促 所以这一次要补充回答大家的问题 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鳄鱼先生怎么开始想要创造动物的 鳄鱼先生喜欢画很多的动物 比如说你看我自己桌上的鳄鱼 除了鳄鱼之外还有画很多的大象 一朵熊 狮子 健忘熊 邪恶企鹅 偏食兔 那这个呢 这些东西除了可以变成贴纸 在杯子 在口罩 之外 那其实刚开始创造他们的时候 是因为鳄鱼先生都把周遭的同学 我认识的同学 不管国中国小 高中大学 把他们的个性怎么样记录下来 比如说一朵熊他觉得他自己很苗条 但明明他就是胖胖的 好大象他的个性很好 然后蓬蓬斯常常一副很忙碌的样子 健忘熊常常忘记刚刚讲过的话 那邪恶企鹅喜欢耍老大 出了事又找不到人 尴尬场景录莫名其妙做一堆傻尸子 又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样子的朋友呢 就是都在我们身边 我相信你自己或是你旁边的同学 一定也有这些动物的个性 可是他们不需要知道 我也没让他们知道 因为我怕他们会生气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有同学问鳄鱼先生 创业不顺利的时候 是怎么说服自己不要放弃 那这个题呢 因为不顺利啊 有可能很多个状况 或是很多的情况 才会产生的不顺利 比如说产品不好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杯子我设计的很好啊 我觉得我笔记本做的很好啊 或是我做的那个口罩 我觉得很可爱啊 我觉得我设计的贴纸很漂亮啊 可是呢 大家都不认识他 甚至有妈妈会来 会说他是口龙 有小朋友会觉得他是青蛙 有人觉得他是 那个不像鳄鱼 很像蜥蜴 也有人把他撒消鳄鱼 叫做撒瓜鳄鱼 那我觉得 就是这个状况下 其实就是鳄鱼先生听到嘛 对我来说 这个问题啊 鳄鱼先生觉得是 如果是产品不好卖的时候 我们就 我就会想要办法问客人 说我怎么做更好你才可能会喜欢 那也有可能会遇到客人啊 跟我们想法不一样 他觉得这不是鳄鱼 这是青蛙 然后你 我就不能生气 我觉得聪明的鳄鱼先生应该要怎么样 去问一下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像青蛙 甚至有人觉得他像 口龙 为什么 也会遇到呢 我这个东西呢 给厂商做的时候呢 可能呢 他没有很认真 或是他很忙 或是他觉得数量太少了 那他觉得他就不想做 他有可能是 他那时候心情不好 或是他太忙了 那或是他 没有材料 那我们觉得 遇到这样的厂商的时候 我也不能生气 那我是不是再去找别家 这都是不顺利的可能嘛 有很多的不顺利 然后我们的生活里面 本来就很多的不如人意啊 最后一题呢 第三题呢 有同学问 对于撒校鳄鱼的未来 有什么规划 其实鳄鱼先生最希望 以后我有能力的时候 可以呢 开一间鳄鱼小学 然后呢 在台湾开一个 有一个学校 它是那个鳄鱼的学校 它里面呢 都是鳄鱼老师 那我就当鳄鱼校长 那我们的学校呢 就教大家 上课的时候就教大家 说故事 画画 画绘本 画漫画画故事 然后创作动画 做一些漂亮的事情 那希望呢 鳄鱼小学呢 可以让台湾以后 有更多有创意的小朋友 让台湾的发展 更好 以上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